我以為這個消息純粹是搞笑 竟然可以偶探琴找到一些支撐資料 說什麼呢? 他說現在日本很頭痛 因為韓國提出了一個要求 這個要求是否非分要求 我們看看 他說日韓之間的事 有些說不清楚 但日韓的非分要求 日本現在確實很不高興 也很頭痛 是什麼呢? 真是登上鼻子想念 當然是說韓國 韓國說什麼叫非分 完全是捨我奇遂 最近韓國一系列的外交周旋 大家也看到了 不理是屈辱外交 反正韓日關係和解了 其他西方國家也要韓國 令眼相看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還去到韓國和韓國總統 尹瑞瑜喝了一杯膠杯酒 膠杯酒 我兩個是繞著手 真是膠杯酒 喝了膠杯酒 幾乎一重 從來不去韓國的德國總理 都專程去了三八線 還蕭酷酷的拜登 特意對韓國總統的後悔 誇讚韓國的外交有作壞 韓國人覺得既然也是這樣 氣氛控托都這樣 憑什麼理由 G7裡面沒有韓國呢 G7絕對可以變成G8 韓國的時報 一篇最新文章 第一句說 隨著亞洲國家自己 繼續擴大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 韓國加入由世界七個最強大的國家組成的俱樂部 即是七國集團 G7 亦使其成為八國集團的前景 正變得越來越光明 哈哈哈哈 世界七國最強大的國家 這是一個問號 為何韓國會有這麼特別自信 想成為G7 這不是普通人想法 官方亦想 外交部長最近發表文章說 最近國際輿論和智庫都出現了G7 應該將韓國納入擴充成為G8的提議 認為無論是經濟規模、軍事、技術能力等多種指標上 韓國都與G7國家不相上下 對於今次韓國總統被邀請 參加G7港島峰會時 韓國執政黨發言很自信地說 韓國在心理層面已經是濟身G8之裂 但心理上情有獨鍾 但這可能是單相思 何時才能濫入懷中呢 韓國駐日本大使 在24日東京發表講話 講得更加值 韓國的綜合角力已經達到G7的標準 非常希望加入G8 他向日本喊話 如果得到日本的支持 應該很容易 什麼意思呢 韓國實力已經可以加入G7 我們不輸給加拿大 韓國也有議員加入 G7完全變成G8 最大的障礙 你日本仔 你日本 你日本 所以如果你日本支持 其他國家就肯定徒意 我們便會變成G8 這就是他的外長 其實我們看回 蘇聯解體後 俄羅斯被邀參加進入G7 令人G8 後來西方國家將俄羅斯踢走 所以現在由G8變成G7 韓國想加入 G7當然可以再次變成G8 日本仔怎麼想呢 日本仔一肚子不高興 道理 其實也不用多說 目前日本仔在G7中 是唯一的東方國家 多嘔吐 韓國加入 跟日本仔平氣平躁 憑什麼呢 還有萬一 某日 韓國跟日本仔再鬧 再鬧 日本後悔都來不及 但是韓國人仍然特別 是有自信的 幾天前 韓國第二大報紙 中央日報的董事長 專訪漢田文雄 即是日本的首相 當面問他 在韓國有一種觀念 認為美國已經同意 韓國加入G7 可以建立一個新的G8 但遭到日本的反對 對他的看法 你怎麼看呢 怎麼看 你開玩笑嗎 漢田當然不高興 當場反過來 我們G7從來都沒有說過 要擴大的事 或者說 美國贊成韓國加入 或者美國反對 都不對 沒有 我們沒有說過 意思很清楚 G7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要擴容 韓國憑什麼 第二 就算美國同意韓國加入 之七 妄想 日本反對韓國加入 還需要說 最後 漢田真的沒有客氣 當頭就給韓國一盤大冷水 最後 這個作者有三個意見 第一 你都不可以不佩服韓國的固執 第二 第二 日本的確為這件事頭痛 第三 日本和韓國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這個G7還有意思嗎 這就是關於G8問題 但G8問題還有更加頭痛的問題 G8的第八個位置是留給三哥 三哥還要 還是韓國還要 這次真的難搞 我也不知道應該是支持三哥 還是支持韓國 各位怎麼看